基本上藍綠對於這個學這步法 我們其實大家都有一些的共識了 現在純粹就是因為 我們拿這個提案版本真的是權宜之計 我也知道應該要等院版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給院行政院時間了 可是他到現在 剛剛好像才 你還要經過禮拜五的會議 但是你還要經過 你今天是行政院 你還要經過禮拜五的會議嗎 還是不用 他已經院會後 記者會已經先宣布了 所以說我們可以用他的一個版本 所以應該院會已經決議了 決議所以我們現在就有正式有院版 那就等行政院內部完成簽合 會寒送 會寒送 然後再一讀 會議 院會已經決議 後續行政院完成內部簽合 就會寒送立法院 送大會一讀 所以我跟一般來說坐在這裡的時候拿到你的一讀的版本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趙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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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實在 大家都很重視學生輔導法 我覺得這次藍綠大家都有 大家都希望修法 那大家也很多人都在看這個直播 可是我覺得我們不能因為現在行政院剛通過院會 因為每個禮拜四都行政院院會嘛 行政院剛通過院會 結果我們還沒有送來到立法院 你也要正式送來到立法院 禮拜二我們才排程序委員會 你才有辦法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說在沒有院版的一個情況下 如果說院版剛好 本來是 部長你會記得嗎 上禮拜三的時候 所以我在這邊質詢你的時候你就講說上禮拜四就會通過院會 我先確定一下現在是休息時間還是我們 所以你講了發言都不列入紀錄啊 不列入紀錄但是 那你如果要列入紀錄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開會時間了 那我們現在是怎麼樣 開會時間所以大家發言都是列入紀錄 我覺得表達是如果說現在已經有院版了 那我覺得真的就是我們應該要等院版進來之後大家才能討論 是吧 不然已經有一個院版了然後我們現在放著然後不討論 不討論院版這樣也很奇怪啊 院版要一讀 可是我還是希望我能夠在這個會期當中 起碼我們把它送出委員會 這非常重要 我起碼把它送出委員會 這是非常重要 我想這是所有藍綠委員都都需要說出來的嘛 那你現在該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在行政程序上面我要 我要我要程序怎麼處理 我現在下禮拜一三四完了之後 就就已經是七月十六號就修會了 一三四完之後就是禮拜五跟禮拜二 如果你要等到這個程序再到禮拜五 對不起啊 完全沒有辦法達到這個部分嗎 還沒有什麼其他的程序我可以來處理的 手上有院版但是可以繼續來做一個討論的 我可以做怎麼樣的處理 所以照目前所有的委員這樣的一個版本來去看的話 我還是這一次的譴責行政院 因為今天的這個版本當中我們是等了非常久 本席也是非常的配合 但是呢左等右等剛剛我們才接獲 行政院才已經通過決議 所以在今天才通過決議是把他們的院的版本送出來 我等一下會回去比對一下行政院的版本 跟一年四個月前的版本 還有現在我的天安版本到底差別在哪裡 如果差別沒有超過百分之十 我下次還會繼續譴責 百分之十都沒有的話還繼續拖我這麼久 其實是耽誤我的青春真的是氣死人 我下次見